白不合選舉不贏 藍白一定要合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中廣蓋洛普最新民調 賴清德拿第一 柯第二 侯還是第三 副手人選搭配更能看出趨勢 侯友宜搭郭台銘也不會贏 沒有贏 不管你是侯郭配 郭侯配都沒有贏 只有一組能贏 還有一組呢 侯友宜搭柯文哲 這是真正的所謂藍白 也就是若非綠陣營想贏 撒喀都狀態下就穩輸 不過或許就像侯友宜曾說的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柯文哲正在浪肩上 要何不容易 而侯最近對柯也加足火力 我只不過實話實說 看到的現象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很清楚 我只是把真話講出來 再酸柯文哲講話如煙火 好看卻很空是事實 而柯文哲最近更因為 喊著要重啟服帽談判 有爭議 來看他當時反服帽的 這張照片 噁心巴拉的穿著反服帽的T恤 現在改口說他只是反黑箱 當初穿這件T恤是不是就要蹭 目前喔 談這個重啟服帽 社會並沒有共識 那只會造成更多的紛亂 柯文哲 市長其實他常常 就這樣一個態度嘛 以前說的跟後面做的會完全不一樣嗎 2014年柯文哲曾挺太陽花運動 現在被酸投機政客 再成藍綠進攻對象 T恤的新聞你們會加入 SNG小組台北參謀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